正值土芒果产季 平农县马家乡公所 特别在全国种最多 土芒果的产地三河村 举办土芒果季季第一届 芒果杯全国社舰邀请赛 吸引各地游客到马家乡 品尝盛产的土芒果 以及认识原乡文化 非常甜又好吃 水分特别多 目前全国土芒果区 唯有在马家乡的三河村 是我们全国土芒果 唯一的面积有370多公顷 那我们这次为了要把我们的土芒果 来带动我们三河的产业 有凤梨 香蕉 红梨 小米 树豆 还有地瓜等等产业 我们透过土芒果季的系列活动 来带动 来自全台各地 近300位社舰好手齐聚竞技 不仅是以见会友的技术 与情感交流 还能体验在地文化 更能品尝当令的农特产 我们接触这个社舰差不多一两年 我们去了很多的部落 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部落 不一样 那也是一种体验 系列活动还包括土芒果瓶剑 同时结合红梨 小米等农特产 规划了市集射箭跟自行车体验 让民众来马家乡享受悠游慢活的游城 推动我们马家慢城 是一个慢活慢游慢食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产业带到山河 让大家来欣赏我们山河村的产业 我们农业的产业 要祝福我们农业规模 芒果特产 乡公所表示 每年4到6月是土芒果盛产期 欢迎民众盛产 进来品尝土芒果的酸甜滋味 透过这次活动增加 香内农特产品的能见度 更促成社区产销班之间的合作 共同来推动马家乡的产业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